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以菊艺生活为主题 20盆的菊花呈现在13个特展区 展期到12月10号 邀请民众一起沉醉在浪漫的花海中 姚艺深姿的花海 浪漫多彩的花墙 还有令人惊叹的大力菊 2023士林官邸局展热闹登场 总共有20万盆菊花布置成13个展区 以艺术融入园艺的手法 将各展区变成艺术画作 让民众自身绝美 花海布景感受花的美好 我是从新加坡来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你们这边的菊花展 好漂亮好漂亮 所以我是第一次来观赏这些很美丽的花 这边很免费 还只要那个花 很美 最美的是那个有一个情 素情的那边 拍照很漂亮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叫菊艺生活 是希望将菊花栽培的艺术 然后融入设计 然后融入我们的民众的生活里面 然后我们今年的特别之处呢 是有邀请到我们的竹编艺术家 撒布老师 还有林静格老师 然后一起在我们展区内 然后布置很多像是我们的水流专制艺术 以及会看到一些瓢虫啊 昆虫啊 就是我们民众生活上都看得到的一些小设计 昆虫设计然后融入我们的展区中 我们今年的大力菊一样就是有13多株 可以在我们展区内可以发现 然后今年我们还有特别将大力菊 做成精致塔形的 然后以及我们今年的菊花 还有特别引进就是像荷兰的国外的新品种 以及还有今年特别与台湾 有推出台湾自己种的培育的 台中改良场的那个菊花种类 是叫台中一号 入口处以植生墙及绿雕 呼应主题菊艺生活 带领民众走入菊花博览会 展区中还有以漂流木及竹子 打造的新地景水流装置艺术 将自然媒材与花艺交织出动人美景 这次作品叫名称叫水流 那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作品 让游客来这里可以享受这个空间 那也借由这样的作品来认识水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水资源这一块 那借由这样的环境 能够更贴近人跟自然环境的一个一件作品 竹子它就本身就是一条一条的 我觉得它可以去呈现这种水流的异象 然后漂流木它其实就是从西里面 然后漂到海岸 那我觉得这种素材 我觉得它是回收 然后又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 今年菊展更与日本力尖菊花节交流布展 在园区内布置台日友好力尖菊花节展区 妇科象征性的鸟居 狐狸面具 磕散等装置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也与远道而来的 日本磁城县立坚市山口申述市长 共同签署台北市与立坚市交流协定 为两市未来的交流奠定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集展当然这个今天开幕 最主要的主题我们有意识 有自然 有文化 总共有13个特展区 今天我们立坚市也来参理 我刚才跟市长报告 他们去年办了集展 他们的集展已经办了百年 我说这可以趁这一次的机会 大家来做一个交流 互相来学习 我刚才跟市长报告 因为立坚市的春天开满了整个杜菊花 我也告诉他台北市的四花就是杜菊花 所以今天也借用这个集展 我们要跟立坚市来签MOU 希望我们两市往后 不管对于文化 包括观光 物产 尤其集展 发展 所有的教育都可以做交流 先ほど李副市長からもありましたように 笠間も筒字と菊のお祭りを行っております 台北市も筒字と菊のお祭りを行っておりまして 共通する部分があります そしてですね 協定を結ぶ中で これからいろいろな交流を さらに深め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花印台北亚洲花展 2023士林官邸局展 从即日起展出至12月10号 展期总共17天 欢迎民众前来欣赏感受局展的独特魅力 记者 理席会 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中佳寬平 洗手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 与白思代关怀协会 举办2023元宇宙明英梗图创作比赛 10位优胜者透过趣味梗图 推广媒体试读 趣味的明英梗图博取眼球目光 中佳寬平 洗手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 与白思代关怀协会 举办2023元宇宙明英梗图媒体试读创作比赛 10位优胜者发挥创意 透过趣味梗图推广媒体试读 这个记者会我们有发表 2023年的台湾青少儿的美感素养与上网趋势 同时我们也举行了我们第二届 跟中佳合作的这个 元宇宙明英梗图的媒体试读的 增见比赛 那我们发现这次第二届 其实作品有蛮多都是用 深层式人工智慧所产生的 所以我们特别要请这些投稿者能够出示 她的这个原创或者是使用这个AIGC的一些流程的证明 另外黄威威发布台湾青少儿美感素养与上网趋势调查报告 发现青少儿最常使用的入口网站除了Google外 短影音社群平台已经占据大宗 但来源不明的短影音内容品质也不一 可能会影响儿少对自我文化的认知与识别真假讯息的能力 过去可能是搜寻引擎 或者是我们熟悉的一些境外的社群平台 这一次完全是整个跳起来的是短影音的这个平台 那这个短影音平台就是包含Instagram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抖音 那我们看到年轻学生喜欢看的这些娱乐资讯 然后也上的平台比较现代趋势 短影音是一个趋势 那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那你平常使用电脑上网的信息 他说自己上网 然后那什么时候你会不使用 是因为家长会觉得担心影响你的健康 或者是担心你的课业吗 结果其实有将近六成的学生说 是他自己不想要用 那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虽然的确这三年依赖网路 但是他们也在学习做自我管理 只是我们看到他使用的平台 在科技上面都是境外平台 然后他接触到的讯息就是短影音 那然后我们再看美感素养的这个调查 我们发现年轻人他们在对于台湾自己的本土文化艺术的资讯的搜寻能力跟理解 其实是相当低落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关心境外平台是跨国的 那属于文创的这一块或者是影音的部分 他也看的是不同地方的 却没有看到台湾自己自己自制的一些比较有深度有质感 甚至能够反映我们自己一些文化产业心血的一些作品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次除了颁奖礼礼之外 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数位发展部 还有包含文化部跟教育部 在不只是推动一个所谓融合的这个素养美感的媒体试图教育 其实在奖励国内真的是自己在投入到文创产业 影音产业的这一块要继续的努力 没有经过系统性整理或者是消化 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处理的这个讯息 那就是这个所谓的杂讯或者是假讯息 所以这些年轻学者在网络世界上遇到的是很多的假讯息 没有害自己的判断能力不够 所以这个不是行政部门就去思考了 怎么样让引导学生从小学开始 能够正确使用网络 能够有网络资讯判断的能力 但是我们要建立一些优质的这些 关于今天主题美感素养的相关的这个网站 或者相关的这些 让学生可以很容易取得正确的这个美感的教育资讯 尤其你像问这些同学 你认识几位台湾本土做本土画家 认识几位台湾本土的这个雕塑家 可能 就城乡差距也有 城乡差距也有 可能在都位区 可能同这些都位区的学生 可能会相对比较多的管道取得 那 行政部门包括文化部 包括教育部 都有必要在课纲里面 在政策方面 不管是你提供文化理经也好 或者是文化体验券也好 让学生除了在媒体 在那个网络的资讯里面 得到的一些讯息之外 你还有实体的这些展演 你可以去参与 同学们 年轻人 刚刚毕业 我们的孩子 你的朋友 你的学生 刚毕业还生嫩的时候 到电视台来 我有 我就是一个大量的练习场 我让大家来练习 当你到发光发热的时候 我有大量的时段让你来表现 也许你累了 我公司要hold着你 为什么 因为我的老板是要做雇主相对提拨 雇主相对提拨 意思就是我要负责你到退休为止 请问Google 脸书 TikTok 有吗 他的业主 从我们台湾拿400多亿 拿上百亿的收入 请问他有承担这个人力的这样的成本 有承担一个生态系吗 然后那再更何况 还充满了盗版 Google search上面充满 YouTube上面充满了盗版的内容 盗版甚至于现在还针对基上核 盗版的网站都还没有处理好 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最后提出善用AIGC的媒体识读 举办民音梗图创作比赛活动 希望透过多元方式唤醒社会大众 关注媒体试读议题 AIGC 创意创新 AIGC 创意创新 总统大选逐渐逼近 有线上娱乐城兼营真人百家热 及总统赌盘 刑事局与苗栗警方就共同破获了 未在台中的赌博机房 在台北的线上真人百家热 逮捕料姓主贤及女和官等26人导案 除暴特勤队敲碎玻璃门 进入长生地下室的赌博机房 特令嫌犯趴下不准动 还有嫌犯躲在厕所一样 蓝逃法眼被救了出来 专小组另外在台北市万华 一出大楼攻坚 查获线上真人百家热 具体监管及女贺官等 新市局接获献报指出 有线上娱乐城以2024总统大选赌盘 作为博弈标的吸引赌客投注 新市局与苗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进行追查 专门小组真人物追查发现 主权刻意原来有网络赌博经验之员工借以过大 客源净提供高额分论奖金 又指机房前远透过脸书社群媒体 张贴选起赌盘讯息 吸引赌客下注 辞取以严重影响选起结果的公平性 嫌犯另外招揽身材搅好的女子穿着清凉 担任线上核官直播百家乐 以线上对话等方式难课 该娱乐城亦提供线上核官直播百家乐赌博游戏 由面容搅好之妙龄女子 以直播与赌客线上对话之方式难课 警方在现场查扣了38组电脑监视器 路由器 扑克牌堵桌 核官名牌及现金915万元等张证物 并逮捕尿性祖贤等26名犯贤盗案 全案已经依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及赌博罪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 刑事局方面强调为了维护选举公平性 将持续针对选举赌盘等相关情织进行收政调查 遏止选举赌盘歪风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2025年 台湾将迈入超高零化社会 为了要延缓长者出现身体衰弱 认知障碍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开设失智多元的课程 永建班 帮助照顾机构 促进失智长者身心健康 延缓失能 跟着体势能教练的口令 长者拿着弹力球将球高举换手 或是将球夹在腿间 轻轻施力 透过弹力球运动 在安全的情况下 帮助长者训练四肢肌耐力 我们课程安排主要是利用 刚刚看到的那个抗力球 瑜伽球去做运动 那这些运动会包含 例如说手举高啊 往前推啊 这些方向性的定位 因为这些长辈们 他们有一些失智的状况 那程度不一 有的很轻微 有的很严重 那其实我们会是设计课程 原理是用MMSE的检测方法 它是在辨别那个长辈是否有那个失智症状的一个检测 对 那通常会是心理师 他们在评估长辈的时候 如果他们有失智前期状况的话 会用那个做评估 那他们上有时间方向的定位 所以从在做这些动作的同时 也在让他们大脑做刺激 可能要往哪个方向上去辨认 那刚刚在教学的时候 我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镜子 所以他们要随时及时的切换他们的方向 对他们来说大脑是一个刺激 然后我们希望让他们的全身性都动到 就是手臂啊 不会只有说只有往前 因为有时候长辈可能需要手举高 然后下半身的基地也要顾进去 对 那因为有些长辈体力比较缺乏一些 所以我们为了风险极限 我们还是以作者为居多 拿起画笔 缓缓写下日期 再贴上照片 联合医院临床心理师 则是透过艺术治疗 带领长者悠游生命的河流 一起生活中的点滴 并且分享人生故事 那我们这次的课程是主要是设计对于一些失智的长辈 那我们设计主要会依据他们的人生的历程 然后每一次都会使用一些艺术方面的一些媒材 然后来诱发他们能够有动机或者是能够愿意去分享 然后也比较能够不会去排斥说他们自己的人生的经历 然后会从他们的幼年时期一直到现在的状况 那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主题这样子 那其实因为每个人在人生的阶段到最后的时候 很需要的一个部分是要统整他自己的生命的历程 那如果说他能够对他自己的生命能够感到满意 或者是在一些回顾的过程中他能寻求一些意义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人生或者是能够更圆满的 那所以在这些长辈里头 虽然他们现在可能说因为有失智的状况 但是其实他们的人生阅历是非常丰富的 那他们也需要这个机会 让他们未来的生活可以更圆满更顺利这样子 为延缓长者出现身体衰弱 认知障碍 忧郁甚至失智失能的情况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结合在地资源 开设失智多元课程 永健班 以运动 认知 书星为三大主轴 课程每周一次为期三个月 期望将课程内容推广到社区及机构 以延缓长者因机构化所造成的退化与失能 大同区在112年1月份开始 我们的老年人口数已经到了21.28 就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 那为了预防我们长者的这个智能的退化 或者是说体能的衰弱 优育甚至于是失能失智的部分 那我们跟运动中心 还有跟我们社区的一些机构来合作 那设计了有关于这个预防体能衰弱的一些激励的运动 以及一些智能部分的一些训练 一些多元化的智能教材 包含大富翁这一个活动 让长者可以在训练智能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多了一些社交的互动 那另外也跟联合医院的全关心理师 有了合作 让他们进入社区 提供长者一些输压的活动以及课程 课程中长者也都得到很多的这个体能在训练上面的增强 以及能够在智能方面的改善 那另外也能够有一些输压的作品 让他们回顾以往 让我们的长者能够健康的维续他的生命 非常感谢大同中心的那个整个的安排 对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长辈的照顾 那对长辈的一些活动办理都非常的好 那也给我们长辈有很大的进步 也收获良多这样子 那对我们的员工正是有更好的那个学习的机会 那我们员工知道如何带长辈 让长辈能有更好的 对他们更有帮助的一些活动 那对他们来讲这是一种长长跟学习 那未来我们也会更努力 在这方面对长辈2.0跟日照机构这边的帮忙 那跟配合政府把这个日照机构的长辈照顾好 我们收的长辈都是比较中重度的比较多 那因为我们的照顾员我们就是比较有经验 我们都曾经有在安养机构照顾过长辈 所以我们收的长辈 就是轻度的比较少 中重度的我们收的比较多 所以他们的功能虽然比较不好 那就是对他们来讲是比较辛苦 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在学习 也很认真的在做 也很认真的跟着活动这样子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的在认知方面 他们就是会学着抢答 会学着回答 会试着就是配合运动 所以对他们的肢体活动 跟他们脑部的活动 对脑部的一些他们的语言的表达 这认知方面都非常好 就是有进步很 根据统计截至112年1月底 大同区老年人口数达到 11万2584人 老年人口率为21.28% 已进入超高龄社会 面对失智人口快速增加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期盼透过营造失智友善社区环境 扩展社区照顾服务资源 维系长者健康 延缓疾病的发生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2023台北街角预见设计作品 商圈以东区直直走为主题 探索中校东路上 蕴藏的设计能量 并网罗平面设计 拼贴图像 插画 剪纸设计 剧场等六组跨领域设计师们 洗手创作 既然标的我们知道发生在东区之后 我们马上就做了一件事情 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一次的所有设计师里面 有像是阿继老师一样 就是他的工作室就在东区 每天都在这里的 那也有像是我们新翔老师一样 他人根本就住在台南 他不是台北人 所以意思是说 标的在东区在中校东路 他其实并不是只有台北人的事情 他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是一个文化象征 或者是一个流行指标 所有我们看到的媒体里面 明星去哪里玩啊 去哪里喝咖啡啊 我们开口闭口一直看到东西 就是东区的所有的景象 这些景象 会流成很多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故事 所以其实这一次 我们在制作这整个作品的时候 有别于以往 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是 街头巷尾的一些小改造 然后这些东西很有巧思 可是这一次我们就变成 着重在故事性上面 所以你会发现 每一位设计师呢 待会我们一起去看作品的时候 会发现 他们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擅长的领域 在讲一种故事的方式 那除了变成把这个事情 着重在故事方面之外 我们也希望因为说 这样子的文化综合体 东区这样的文化综合体 因为跟我们的生活 有很多很复杂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在设计师的邀请的领域上 也呈现这个复杂性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有平面设计师 我们有剪纸艺术家 我们有剧场设计师 我们有手作艺术家 跟我自己是插画家 所以其实这种方方面面的 跟生活有关的各种设计 它其实会在经验上面 让大家去 有一点一起体验 这个东区的复杂度 因为它是一个 很生活感的事情 好比说 除了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作作品 它是由很多古往今来的 各个时期的 不同时空的东区影像 被用很惊天 很当代的方式 被融合在一起做的一个 东区影像的诠释之外 那其实呢 我们也在国父纪念馆外面那边 我们设计了这个 东区的建筑窗格图件 我们有一个缩览图 那它其实这个图件 它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 它把东区很多 在台湾最辉煌时期 所建设的大楼 其实他们都非常有个性 甚至呢 我们也有像是 邀请了剧场设计师 在我们的中校东路沿线的 两座U-bike站 把这两座 把整个骑U-bike的这个经验 借U-bike的这个经验 变成一个很沉浸式的体验 把它变成一个大家 平常通勤啊 或者是社交的 这种时候的一个辛勤打气战 为什么说东区是一个流行指标 因为它真的有很多有趣的乐子 很多奇奇怪怪的店 那这位艺术家就跟我讲说 他年轻的时候 就是也是混东区了 所以很多奇怪的店 然后当初的噱头 他都会记忆犹新 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呢 全部都融合起来 变成一个假的商业广告 让他好像穿越时空 今天又助力在东区的街上 那当然了 我们也有插画家 把这个东区啊 把上面的中校东路 跟底下的这个地下街 还有包含最底层的捷运站 做成一个 其实绕这个柱子有10米宽的一个 很像清明上河 东区清明上河图的感觉 这样的一个作品 有两位跨界的艺术家 他们是街舞的舞者 跟我们的剪指设计师 因为其实东区是很多 台湾重要的街舞品牌的 工作室的发源地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能量本来就在东区街头了 所以最后被融合在一起 把它放成一个 是大家在穿越人行道的时候的一个 改变你今天心情的一个装置 文化局长蔡思平表示 台北市自2016年 获选世界设计之都后 持续将设计融入城市中 这些年来 在城市巷弄 公园等不同地点 都可以看到风格主题多元的精巧设计 让生活充满乐趣 二零一六年开始 那当我们台北成为设计之都的 这个方向之后 我们就每一年 都希望把设计能够融入到 这个城市 你说这二零一六年之后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变化 其实蛮多变化的 我们在小巷弄 在很多的公园 都看到了设计的某一些精巧的设计 有的非常的文青 有的充满了嘲讽 有的充满一种调侃 那我觉得多让这个城市充满了乐趣 这证明设计是充满了能量的 设计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 设计是可以让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间增加一点小的情趣 所以我想作为文化局的一份子 我会非常希望 我们这个案子会继续推 好不好 我们会继续推 一直往前推 让台北的每个区域 都能够让设计进入到这个巷弄里头 2023台北街角预见设计 作品展至11月19日 透过设计师的创作视角 以各一起去的街头装置作品 邀请民众一起感受 似曾相识 却又与众不同的新东区记忆 记者李希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河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河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台北市首座三级处理的 民生水资源再生中心工程正反攻中 其中水资中心净化污水核心的MBR薄膜 预计明年9月完工后 每天可以处理4万吨生活污水 并制造1万吨的优质再生水 提供民生社区周边的公园绿地 松山机场浇灌及路面洗涤使用 被台北市长展望安细称像面线一样细的MBR薄膜 却是净化污水的核心设施 连大肠杆菌都可以过滤掉 所以MBR薄膜就是这个生物处理的核心 它是借由它0.04μm的孔径 来过滤污泥跟大肠杆菌 把它拦除在薄膜之外 所以产制的水质是非常的透明清澈 我们是先将模式放到生物反应室里面 当系统运转以后模式会产生负压 会产生产损 因为这个模式的孔径只有0.04μm 所以大概是这个比肩的万分之一 所以大部分的污泥跟 甚至连大肠杆菌都被过滤了 1 请起到 在台北市长角湾与市议员秦桧 赵文杰等人共同启动下 台北市首座三级污水处理厂 民生水资源再生中心的核心设施 MBR薄膜模组正式下水 未来每日可处理4万吨生活污水 并产制1万吨再生水 对台北市迈向环境永续的目标前进一大步 到2030年台北市污水处理完全自主后 三级污水处理率的世界排名 更渴望超过美国大臣洛杉矶 因为我们第一座 台北市第一座的污水三级处理 它的核心就是MBR薄膜技术 而MBR薄膜技术 就是水质净化的心脏 而这个心脏的下水 其实表示我们离完工 迈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而我们特别以民生社区 做一个饭区域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不只是民生社区 包括河滨公园 以及松山机场 国际货运点 都可以透过我们这样的技术 提供再生水 那同时我们刚刚听过报告 未来也建置了6600公尺的再生水 树水管网 我想这些都是对于我们社区 对台北市未来 整体污水的进化的技术 再次的提升 台北市我们因应极端气候 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包括5月12号 我们也参加了 翡翠水库原水管工程的贯通典礼 那预计明年年中 就会完成通水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2030年 我们的污水处理能够完全的自主 而且希望我们的三级处理的比例 能够达到50% 届时我们在全世界各主要城市的排名 就往上提升 我看了那个表我们就会超越洛杉矶 但我们希望能够不断的进步 根据统计 台北市目前污水接管普及率 达81.63% 为全国最高 长度可以绕台湾两圈半 由于目前台北市还有30%的污水 要运送到巴黎污水厂处理 为了因应未来生活污水量的暴增 台北市政府规划2030年 台北市污水处理能完全自主 而民生水资源再生中心就是第一步 接下来还将新建冰浆厂 及设置导厂 我们现在主要大的计划在民生资源中心 完成之后后面其实还有两个 一个就是在滨江水资源中心 那目前这个计划已经送到内政部去做 这个征收的相关的审议阶段 后续我们是预估在今年底到明年初 能够开始启动这个工程 那另外就是在设置导的部分 设置导是一个我们市政府区段征收的计划 那那边的这个整个开发 其实如果能够在那边有一个水资源中心 就近来处理区段征收所发展出来的都会形态的 这个污水的话 那对周遭的环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未公处方面同时说明传统二级污水处理厂 与三级处理厂的放流水质差异 新加坡也采用这套先进的剥膜技术 传统二级处理主要是借由生物池里面的微生物 来将污水中的有机物分解 分解完之后经过二层池 再把二层池里面的污泥利用重力来沉降 达到固体跟液体分离的效果 所以它所需要的面积比较大 处理的水质也比较没有那么好 那我们日常采用了三级处理技术 污水经过这个微塞机过滤 砸物之后就会进入这个生物池 还有NBR的过滤单元 可以将有机物进一步的过滤 所以处理的水质非常好 然后在经过紫外线的消毒杀菌之后 排放到基隆河 然后一部分可以收产制成再生水 以民国91年除役的民生污水处理厂 作为基地建造的民生水资源再生中心 工程总经费21亿8千万元 民国100年4月开工 预计明年9月完工 主要收集南港松山信义等区的生活污水 处理后就近排入基隆河 园区内除了地下层的三级污水生物处理机房 还规划有包含环教馆在内的七层楼建筑物 未来结合摘水松山加战及浮衍公园等周边设施 将成为完整的水资源环境教育园区 9月是台北市交通事故逐渐攀升的开始 其中机车的事故占整体事故的77.6% 台北市政府配合交通部 推出交通安全月的活动 呼吁机车考照保护自己 也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 台北市长蒋安大声宣示象征 维护交通安全的决心 9月是开学季 许多大学陆续开学 不过根据台北市历年交通事故统计 9月起到年底也是交通事故号发期 其中机车事故更占了77.6% 因此台北市政府配合交通部 9月交通安全月活动 推出机车新学期 安架斗阵型补助计划 向鼓励年轻人考取机车驾照前 先上驾训课程 针对领取机车驾照前三年 我们发现发生事故的比例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们也推出相关的措施 也就是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 当你满18岁很兴奋 要去考机车驾照的时候 之前都能够上我们的驾训课程 所谓的驾训班 我们也提供相关的补助 我们配合中央 我们总共补助3700元 鼓励年轻朋友考驾前 先上驾训课程 我们发现经过统计之后 上了驾训课程之后 考取驾照上路以后 能够大幅降低造势的风险 可以降低56%的违规风险 降低35%的造势风险 交通局长谢明洪进一步表示 驾训班课程补助分为场训 及考照后的道路实际体验 北市府与中央共补助3700元 呼吁市民多加利用 一个场内的训练 一个叫做道路的训练 一般他们的收费大概都4000多 那我们为了要鼓励学生 就是去场内 给教练去教导 比较完整的那个骑程技巧 而不是在路边 给朋友给爸爸妈妈这样去学 我想这个这样的差别 所以我们鼓励这样的一个性质 我们自己台北市政府 有补助1300元 每一个学员 那至于考完以后 他拿到驾照 我们也期望学生在教练的 整个带领之下 实际上到道路 去体验一下 道路可能的风险 驾训专家强调 目前国人考取机车驾照 主要还是以自学为主 因此透过驾训课程 让学员有系统的学习安全驾驶 才能将事故发生率降低 透过一个课纲式的一个教学 比较能够将一些操作的细节 就是有系统化的教学下去 那这样的话 因为本身摩托车在操作上 它本身是很需要靠 这个肌肉协调的一个交通工具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交通工具 所以透过驾训的过程 可以将这个 这个事故的发生率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比如说在紧急刹车的训练 那在时速大概60公里的情况下 能够把车很稳定的把它停下来 其实这个是需要 这个是需要不断的练习 讲完透露 在长子大宝建议下 自己也看了最近爆红的YT影片 三道猴子的一生 看完后觉得非常写实 也更期盼年轻朋友考取驾照前 先上驾训课程 保护自己也同时确保 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当自己认为技术纯熟 技术很好 更要特别留意 我想不只是保护自己 也要确保其他用路人行车的安全 响应交通安全月 即日起到9月20号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也推出 问卷抽大奖活动 更将在三处人潮聚集地点 办理快散活动 宣导人本交通 停浪文化 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车辆驾驶人 也可能是行人 彼此里让尊重 才能建构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记者张琪腾 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台湾最新的时尚潮流走秀 周末在吉隆西岸码头老仓库登场 首度的特殊艺文体验 让参观的民众对吉隆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仓库里面看秀的感觉 而且刚好有一种伸展台的感觉 所以跟以前过往的秀场 好像是有那么类似 但是又有不同感 而且那种年代感跟他可以做的IP 其实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然后觉得 而且在这个 刚好他有一个自然的回声 所以所有的脚步声 还有人的谈话的声音 然后包含到歌手演出 包含到那种走过来的气场的那种感觉 整个都不太一样 画面中是基隆港历史最悠久的西岸码头仓库 建于1930年代 见证着台湾与国际接轨 而在近百年历史的氛围中 听见传递声传来 浓浓的港都特色 让观众沉浸在其中 市府首度结合策展人设计师潘仪良 携手新锐设计师 与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共同创作 带来光影音乐与时尚秀 吸引满场的观众到场欣赏 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觉得好酷哦 因为它是一个有历史的地方 其实你在看整个秀当中 你会看到就是 有没有 有个鸣笛的声音 就好像那个 因为我们拿的是 大家都拿着船票 好像有点就是 进到那个船 就是要登船的那种概念 然后再来就是说 慢慢演变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用那种比较 就是在音乐方面 也会看到它一些改变 因为希望让大家感受到 就是从历史到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一些未来 甚至科技结合在这次当中 所以我觉得这是 我觉得我有感受到那种 基隆很强烈的DNA的那种概念 就是我希望把时尚艺术 能够带到这个地方 那真的非常谢谢基隆市政府 让我有这样的机会 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越在地越国际 基隆特有的港湾口岸文化 是接受国际潮流冲击的最前线 包括咖啡文化 伟多行特色 都让基隆走在台湾潮流的最前端 而在这个老仓库 进行的潮流时尚秀 更带来了视觉与心灵的饗宴 我想我们慢慢会让基隆 更来越来越时尚 越来越热闹 我们现在努力在推动 是要把西岸 把它更多的旅游观光消费 城市生活的元素 包括说我刚刚提到的 港警儿童乐园 七二仓库的招商 还有中山一路的更新 这一点都是我们未来会在做 我们也鼓励大家以后多到西岸来玩 东岸太塞了 西岸会更顺畅 谢谢各位议员副议长 今天的共同参与 这大概是基隆少数的一个时尚的秀 不过我刚刚问了一下鼎超 他未来也会继续的办理基隆潮时尚活动 每年都办把它越办越好 感觉很棒 今天是我第一次发现到西岸三户 办第一场这个时尚秀 感觉非常棒 那也谢谢我们谢市长这么清新的安排 我想这个秀 把这个基隆整个制度性行销 借由这个走秀 把这个基隆整个美好 呈现出来我觉得非常棒 希望说市长以后多多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真的很棒 非常感谢市政府 能够把基隆市借由这个秀 把基隆市行销出去 希望我们基隆的青年子弟 或者是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家共同来共襄盛举 非常感谢市长这么用心 今天办这个活动真的相当成功 你看不管在表演 他融合的表演 还有歌唱还有时尚 都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西岸以后一定会越来越漂亮 然后真的 大家会另一项看 真的一定会更好 主办活动的市府产发处 也邀请超过20家的基隆办手礼好物 参与展售 让各地来访的贵宾们 进一步也了解基隆在地的美食文化 记者黄泽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在电影来看 基隆市大五轮工业区六堵科技园区 两大工业区 今年喜逢50周年 特别举办周年参会 市长与议长期盼未来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基隆大五轮工业区和六堵科技园区 两大工业区迎来50周年 是台湾第一批成立的工业园区 对于台湾经济贡献良多 市长谢国良和议长佟梓威等贵宾 都到场参加庆祝活动 市长谢国良表示 上任后积极推动建造审查精进 工业区立体化等有感的政策 希望提升园区厂商经济产值 增加在地就业 六堵还有非常多的容积空间 等着我们来发掘 那当然大五轮我们也是积极 在把空的全部都把它填满 那我们最近也在建造始造 都全力的在推动 我们今年七个月发造的速度 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了 所以我们从一上任以后 也知道发建造始造的大石头在哪里 我们就一个一个把它搬开 然后开始去做我们要做的工作 事实上我们做的也有一点成效 但是我们会要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一个大家的支持来完成 我们的产业付出的好 产业发展的好 我们就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我想刚刚谢市长也有提到 其实每一任的政府 都有每一任的贡献跟特色跟发挥 在前市长林又昌 他做了很多我们金融市的基础建设 我们的市港再生计划等等 让我们的金融港变漂亮 我想谢国梁市长的专长还有特色 就是接下来我们工业区的发展跟转型 因为他在招商 这个我想一定是有得天独厚的要件跟条件 基隆是台湾开发比较早的一个城市 算开发早的城市 还有基隆港的优势 所以基隆那时候有两个工业区 第一个工业区就是六堵工业区 也就是现在的六堵科技园区 那另外一个就是大五堵工业区 所以六堵科技园区是台湾第一个工业区 比这个加工出口区还要早 我们五十周年了 那我记得我是三十年前搬进工业区 所以我也是五十年的一半 我也住了三十年了 那当初搬进去的时候呢 其实几乎那时候都是到大陆去的 剩下没几个工厂 那我那时候想说 这个工业都做得起来都没三人 可是呢经过我们前几任的 理事长的努力之下呢 我们现在的工业区没有胜地了 没有空房了都满了 而且呢还有四五间正在建造 正在积极的开发 相信呢日后我们会增加到 一千人的就业机会 感谢我们县市长 对基隆产业的支持 那早期工业区創立到现在五十周年 已经在转型了 用从传统的加工制造 到现在的产业升级 那基隆市政府 公车会的总案是 这一条起来拜访很多次 如何来提升我们的制造业 传统产业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那当然也借着这个机会 来辅导我们的企业 走向国际 我想我们要讨论工业区未来 最重要的是产业未来创新跟升级 尤其2050年近零排碳的议题 在全国 全球各地都已经热烈的讨论 未来如何在因应近零排碳 这样的一个时代来临 让我们的商品能够走向国际 这是我们所有产业必须面临的一个课题 庆祝活动的参会中 除了基隆府会首长 多位市议员 基隆市商业会会长郑锦舟 还有经济部投资促进司长张明斌 公测会总干事刘启奇 以及来自新北市 桃园市的工业团体 大家共同举杯祝贺两大工业区生日快乐 期盼各家厂商未来都能够宏图大展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在副市长邱佩玲的牵线下 一群企业家夫人们特地组团 制赠价值大约10万元的物资 给金融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让身障中心非常感谢 欢乐送合唱团的歌曲 让大小身心障碍朋友们听得如痴如醉 掌声不断 转身一变又成为HAPPY DANCE舞团 跳舞娱乐大家 欢乐气氛嗨到最高潮 大小身障朋友们一起上前跟着跳舞 气氛温馨又欢乐 圣诞节快到了 在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牵线下 一群企业家夫人们特地组团 除了制赠价值大约10万元的物资 给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委托伊甸基金会经营管理的 基隆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照顾大小身障朋友们更现唱多首歌曲 并且和大家一起跳舞同乐 提前带来无价的平安喜乐气氛 我们是寻好朋友们 他们利用他们闲暇时间练歌然后跳舞 但是呢他们也都是各企业家的太太们 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爱心用歌唱来表现出来 不止这个 我知道圣诞节的时候还到很多地方去唱 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基隆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物资相对的其实比其他些是缺乏 那他们愿意第一站在我来了之后 到这边给我打气跟鼓励 是我最感谢的 那我们身杖中心是民国88年 委托伊甸理念区长来做的 那也做得非常好 我们多次来这里参加活动 也很感激他们 那再一次谢谢我所有的好朋友们 真的很谢谢你们 把爱送到基隆 也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 谢谢大家 谢谢 他们都热爱音乐 也喜欢跳舞 在每年的年终将至 都会来表演 他们所练习的歌曲跟舞蹈 同时也帮他们的欢乐 分享给大家 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发起各位有爱心的企业跟机构 来共襄盛取 包括尿布 看护店 奶粉 蛋白粉 以及扇食纤维粉等都是身脏朋友们 非常需要的日常用品 以及营养品 都是由财团法人 合育教育基金会 财团法人 天力环境保护基金会 财团法人 秋创幻文教基金会 财团法人 教育心格文教基金会 以及中化育民健康事业股份 有限公司等五个单位联合捐赠 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也非常感谢副市长邱佩玲 和这群企业家夫人们的爱心 我们有早疗的小朋友 零岁到六岁的早期疗愈的孩子 还有我们后面的一些成人的 一些照顾的孩子 另外我们后面呢 有一些24小时重度障碍的人 住在我们这里 我们做24小时的照顾 那目前呢有114床 那有一些呢 是比较重度在床上的 比较没有办法来参加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呢 我们伊甸基金会 其实有两位主任在这里 带着我们的团队 那分儿层老 在这里五个楼层里面 分别来执行一些照顾 和一些训练的工作 满东送爱爱心传唱 耶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国际服人3490地区 基隆分区9社 联合社区服务 点亮校园计划 让正兵国中四个区域的校园环境 亮了起来 正兵 因为亮了 所以好赞 正兵国中校有洛炳贤 有一次经过母校 发现好暗哦 因此发起全面改造校园学习环境 照明计划获得国际服人3490地区 9社的赞同 针对校园四个区域换射 或增设LED灯 像是体育馆变明亮这件事 就让孩子们好有感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练到很晚 然后看得比较清楚 谢谢叔叔阿姨 帮我们换灯 然后让我们练球变得更安全 谢谢叔叔阿姨 让我们打球的时候 我投篮变得更准 除了提升进球率 还有照亮回家的路 校门口经一个照明 让我们走下去的时候 不会感觉很暗 有那个能力 为一位学校付出 因为有能力 所以回馈付出 让所有国际服人3490地区 基隆分区鼎力支持 在社会上有成就之后 能够回馈给自己的母校 继续互为贵人创造希望 继续这样的善得循环 点亮空间还包括了拥有无敌海景的休闲区 以及全新教学领域窑口区 以关心孩子的学习出发 照亮孩子们缤纷闪亮的未来 让回馈社会造福人群的善念 不断地循环下去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阿琪借过 你那是五银角吗 怎么料的 快教我 什么五银角 是我的地价税 不赢了 赶着去缴税了 不用急 现在用手机缴税 超方便 只要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缴 另外 还有这些多元缴纳管道 可以选择哦 112年地价税税空中 安心缴纳 一尺痛 一氧化碳终结者 那后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 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那后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